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一辈子不生病的三道菜送给你 90岁还能兼顾如飞 你想90岁还兼顾如飞 耳臭明目吗 在此线上前人时寄过的三道菜 1. 粗泡黑豆 粗泡黑豆是中医治而生虚的黄金面芳 粗泡黑豆具有美容、减肥、骨身、明目、雾发功能 有效改善便秘、高血压、高血质 腰酸腿痛、糖尿病、前列腺病、白发、关心病和干电脑 电视时间长、提起的视力下降 眼睛疼痛、干涉、头晕、头痛 同时粗泡黑豆对于改善、近视等掩护疾病 都有很好的作用 原料黑豆适量、粗适量 做法 1. 把洗净凉干的黑豆放入炒锅中中火干炒 2. 五分钟后能闻到一股豆香味 并听到啪啪的声音 1. 热式黑豆再包皮 带皮都包开后 转小火再炒5分钟 3. 放入如漆柱 再通风出晾凉 4. 把晾凉后的黑豆放入一个有盖子的容器内 倒入可以没过豆子的酥 5. 什么酥都可以 我用的是成酥 5. 带黑豆把所有的酥都吸收了 就可以升盘了 加上蜂蜜 拌云即可食用 食用方法 一次不用多吃 两三克就可以了 但要坚持食用才有效 3. 粗泡花生 粗与花生的天仙配是科学的 这在于花生米的价值 突出在含有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和晋黄酸 但毕竟质类含量高 热量大 有油腻感 而书中的多种有计算 皆是简历优胜向的 因此 用粗金泡花生米 一周以上 每晚吃7-10粒 连制一周为割疗程 和降低水质 软化水管 减少反固醇的堆积 但需注意的是 食用要适量最多十几粒 吃多一定及时 梳口否则对牙齿不利 熟生花生米均可 粗泡花生 有清热活碎的功效 对保护水管壁 阻止碎算行程有较好的作用 原谅花生50克粗半瓶 做法 1. 用花生米 最好是新鲜的50克 2. 放到可以密封的罐子里 倒入米醋过程处 3. 醋腰梅过花生米 盖上盖子 密封好 放到阴凉处 七到十天 4. 大概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食用方法 一天不要吃多 一小勺五到十粒即可 牵扯至才有效果 3. 醋泡腔 根据临床研究 醋泡腔的确是能保持脾胃功能正常 更关键的是脾胃功能正常 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心脏病跟胃特别有关系 但孤唇从哪来的 就从肠胃来的 痛风从哪来 同样从肠胃来的 高血压都有关系 因此我们把肠胃脾胃搞好了 那就都解决问题了 所以每天吃粗泡腔 逗人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粗泡腔 不仅养生效果极佳 而且作为一道调味的小凉菜 还很不错呢 东西虽好 但不要贪吃 每天两到四片即可 原料 生姜一块 最好选用鲜姜 米醋或陈醋一瓶 做法 一 生姜切片 二 把切好的生片放到一个罐子里 倒入米醋或陈醋 三 粗刀满 莓果生姜 四 取一小块保鲜膜 折叠成一小块 五 把叠好的保鲜膜 包裹在罐子口上 六 盖上盖子 密封结石 放到冰箱里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去了 使用方法 每天两到四片 早晨吃最好 长期食用效果最好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